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場比賽的主席 今場進行的賽事是 第三輪初賽長次一 便提為 學校應安排每年最少兩次的教學參觀日 於家長了解學生學習情況 首先先為大家介紹評判 他們分別是 那莎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 潘俊傑先生 香港奸會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 朱志安先生 文化評論人 世獨工作室創辦人 張詠恆先生 多謝三位評判 在白亡之中抽空出席 為今天的比賽評分 接下來我們會為大家介紹 今場比賽雙方的隊伍 首先是正方合一堂學校 他們的主便是麥安琪同學 副便是董在希同學 公便是楊榮希同學 而傑便是潘子喬同學 接下來是反方大角咀天主教小學 海帆道 他們的主便是葉浩新同學 負便是柱文琪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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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便是石浩軒同學 而傑便是何欣偉同學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有請正方主便 麥安琪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請先示米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示米示米 主席平盤在座各位 大家好 在我方正式講我們的看法之前 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一條問題 家長為子女 安排了入讀學校之後 家長最關心的是什麽呢 子女學成怎樣 她跟不跟到 她的校園生活是怎樣 以上家長所關注的事 學校又有沒有開放足夠 有效的渠道 被家長指導子女的學讀程度呢 我方認為 學校安排教學參加日 絕對是一個主動的措施 開放給家長更進一步了解子女的合作情況 其實不論幼稚園、小學、特殊學校等各類型的學校 都應該也有能力做到 我方認為 教學參觀日 是應該向家長支持兩大重點 一、教學過程 二、教學成果 因此 教學參觀日並不局限於觀科 而可以由其他活動包含在當中 例如成果展示的表演 對於學校應否安排教學參觀日 我方認為應該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分別是意義、需求和可能性 首先 在意義方面 透過安排家長親身到校參與教學參觀日 為的目的 可以讓家長能從中的角度和層面 觀察和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而不是被動的聽 透過教學參觀日 家長的親身參與和觀察 家長可以清晰感受和了解到學校的教學方式 學生的學習態度、學習情況和困難等 這樣的教學溝通和了解子女的學習 必定達來正面的意義 其次 在需求方面 家長踴躍參加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方在網上找到這些數據 根據成功會盛多萬猶豫中心學校的報告 他們的家長功夫過週參與率有100個百分比 出席率有98.4個百分比 洛仙堂糧球區學校在2019年就有259名小1至小3的家長出席教學參觀日 由此可見 希望將校園了解子女的家長多不勝數 關鍵是學校有沒有打開這個大門 最後 在學雲城方面 學校絕對有空間安排少許兩次的教學參觀日 在香港最新的課程指引中 強調學校要由機結合 之而聯繫課堂內外全校參與 教學參觀日只要秉承這個理念 作出由機結合 可以按校程安排順下期那一次 或者連續兩天都是可取的 坦白說兩次在數字上並不過分 平時家長日家長會加起來都不止兩次了 學校絕對可以在教學合作上到有機結合 總庫而言 無論從依依、家長需求還是可行性三方面 學校每年安排最少兩次的教學參觀日是絕對可取的 有奉學 如果以我方所提出的有機結合方式安排教學參觀日 你們又怎樣看這個建議呢 多謝大家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兩分三十三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之後有請反方主辯葉浩新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請先示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示咪示咪 主席、評判、在座的各位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想問一下大家讀了那麼久的書 有沒有聽過所謂的教學參觀日呢 如果有 那你們有沒有實際體驗過 我估計身處香港的大家都沒有接觸過這件事 但其實不只是香港 教學參觀日是全球都在很小部分的地方推行中 因此今天的編題成立與否 就在於設立教學參觀日 對了解學生學習狀況有沒有必要 而我方反對編題基於以下兩大方面 第一 執行難度高 實際效果成二 好像剛剛這麼說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年沒有教學參觀日 都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都沒有人特別想引進這件事呢 其實用一句話就可以總結 不是教學參觀日搞不起 而是家長日更有性價比 家長要了解學習情況 可以直接問學生 可以問老師 升學假學校之前 都有開放日 還有不少講座給家長了解 學習環境 學習模式 上課的內容等等 而且每個學期一度的家長日 老師還會主動跟學生 更新同學的成績 操行 各方面的表現 還有什麼不夠呢 再加上不論參觀課堂的形式 是怎樣都好 老師和學生都事先知道 這個課會有家長來 一定會有所準備 即使有學生平時很差 但見到家長在後面都不會亂來 就算老師平時上課的態度 又差又隨便又不上心 都會裝模作樣 不讓家長見到吧 麻煩有方不要想得這麼離地 這麼理想 事實就是 即使有所謂的教學參觀日 都反映不到任何事情 只會是大家有共識 一起做一場戲 參觀日上課堂 變了一個學期一次的話劇班 完全幫助不到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第二 大廢周章 多此一舉 因為Instead Office 對全球僱員作出研究 香港是全球最過渡努力的國家或地區第三位 平均每週工作時做事就是不小事 而且由於過渡工作的關係 港人實質平均年假僅有7天 家長們每個平時上班都已經很忙很辛苦 主要專門這麼麻煩 找公司申請日假 出席所謂的教學參觀日 但去到其實只有看字 看完就算 完全多此一舉就算 還要浪費了一日假期 而且有方同學 有沒有考慮過 無端端多一日教學參觀日 就容易了 但其實老師會多多少工作量 又要準備多少事情 麻煩這麼多人 出來又沒有效果 幫助不到學生任何事情 有方是否想全世界陪你玩煮飯呢 多謝大家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2分34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之後有請正方負便董在希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示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示咪示咪 主席評判助在各位大家好 首先教學參觀日 有比於一般的家長活動 教學參觀日 可以更立體地呈現 子女的學習情況 這一點是其他家長活動 不能帶來的這種果效 最關鍵是學校如何安排 除了傳統功課之外 學校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被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以吳士忠親總會 泰伯紀念學校為例 這間學校曾在2023年吸入了約400名的家長 前來學校參加教學參觀日 學生們都發誓小老師 向家長分享各科的學習成果 這次活動可以讓家長更有客 去了解子女的學習上的另一面 正正就是安排教學參觀日 家長才有機會看見子女的學習情況更加多 其次對於學校而言 無論是一項活動就必定會行政安排 所需的資源都會隨之增加 這是必然的現象 但是關鍵是這項活動值不得做 它的意義在哪裏 其實除了惡科主編所說 家長活動可以有結合之外 學校還可以以補改開庭這個方向 重新部署和安排了解學生學習情況的家長活動 莫強令最少的行政量發揮到最大的意義 另外對於老師而言 惡科不否認教學參觀日 的確有機會會令老師增添壓力 但是有科同學增添壓力 就一定是壞事嗎 我們程式書都有教過 適量的壓力可以推動我們將事情做得更好 如果因為會增添壓力而不做 那合不合理呢 在今天香港這個修身緊張的氣氛之下 中小學都紛紛舉辦體驗科 開放日 給一些不認識的來賓和未來的家長 但是又不開放給自己的家長 教科同學怎麼交通呢 我本認為 學校應該盡力在教師壓力和活動安排中取得平衡 最後對於學生而言 教學參觀日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會讓學生在家長面前展示自己的學習成果 不僅可以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表現 亦都可以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和學習動力 不過如果要達到以上的果效 查封絕地的責任讓家長和學生明白 教學參觀日的意義就是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 基於以上種種種 只要學校妥善規劃教學參觀日 就可以讓家長更有效地了解子女的學習成果 有分同學 既然你們不同意學校安排教學參觀日 請問你們可否建議給教學參觀日 更立體而有效地了解子女的學習成果的家長活動呢 多謝各位 正方負辯的發言時間為2分19秒 無超時無需求訓 之後有請正方負辯儲民其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示米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示米示米 在座各位大家好 首先聽完友方主辯、負辯 已經可以用自欺欺人這四個字 去總結友方全場的發言 友方從來都沒有清楚解釋到 到底安排教學參觀日實際有什麼效果 只是適講家長親眼看完子女上課 一定可以幫他們更加了解自己的子女 好像多個選擇、友好個無感 但無論正過了解學生狀況有什麼必要性 那為什麼非要是參觀日不可呢 友方沒有回答 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參觀日根本就無用 根本就是浪費人力、物力、浪費大家時間 我方都強調過 對家長和學生意言 即使有教學參觀日都只是做一場戲 但是友方就講的都扮聽不到 一意孤行 不知道是不是吃飽飯沒什麼做 怎麼都要搞一場滿足友方一己私慾的表演 來到這裡不妨和大家看看其他地方的教學參觀日 以歷史比較久和出名的日本為例 他們大約都是在平日下午 開放家長在上課的時間 站在課室後面看同學仔上課 目的就是讓家長看到老師平日的教學態度和學生的活動情況 同時了解一下學校的環境 而且特別的就是由於參觀時間有限 大多都是參觀一堂 學校會安排一些特別的課堂主題 例如請同學仔介紹朋友 分享理想職業等 因此家長看到的並不是日常的課堂內容 反而偏向工作方 而且推廣得越來越久 參觀日的本質再不是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反而偏向給家長看看自己的小朋友上課的畫面 影響留下回憶 變成了一種親子活動 最終之意根本不再走 那這種方式又如何可以好像變態地說 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呢 再說好像台灣的例子 他們有小學很喜歡把很多活動包裝在一起 然後就改名將這堆東西統稱為教學參觀日 例如早上有一個教育講座 下就有個老師和家長交流教育心得的時段 最後再加上親子同樂活動 例如二人三足 障礙競賽等 而教學參觀只是活動裡面的小部分 說是攝時間都不為過 難道又可以叫做教學參觀日嗎 根本應該叫做親子同樂日或者開放日 不敢以為他改錯名 他看來好像很豐富 搞得很成功 但其他活動和教學參觀日其實毫無關係 根本都不出現 怪羊頭賣狗肉 因此教學參觀日顧名思義制應該只是有教學參觀 既然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地方 是用教學參觀日來真正了解到學生的狀況 有方憑什麼覺得自己做到呢 多謝各位 反方負辯發言時間為2分37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公辯環節 首先是正方公辯時間 請反方主辯及負辯暫立回答 你們每次的發問以及作答的時間為20秒 請雙方辯員先試咪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Vis suburban Viville 每逢有教授其他老師功課 差不多等等會同時都盯對我壓力 你們同意這個說法呢 同意 既然同意的話 比老實的同學 可不可以說過公課會增壓力 而拒絕校或老師營業進入理論呢 可以 你們可否舉個例子出來呢?其實是不可以的 既然不可以的話,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拒絕校長或者老師 為什麼我們又要拒絕家長進來看呢? 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家長進來給家長了解學生的情況 但是平時家長進去家長說了,家長進去校園了解智慧的情況 都是往往靠著活動員做義工 其實家長進去10分鐘的時間了解不到學生的學習情況 所以要靠教學參觀日來了解智慧的學生 你覺得教學參觀日就是讓家長參觀一堂 是足夠時間讓家長了解到子女嗎? 所以有方同學,我們就要做這個教學參觀日兩次 但是有方同學,家長10分鐘都可以直接問學生 我可以直接問老師關於子女的學習狀況 但是家長只可以靠老師去聽子女的學習情況 其實不可以親身感受到學生的學習情況 其實可能老師也會說謊 但是家長去課堂參觀,學生都會演戲 就是會假裝很乖 正方公辯時間結束 之後是反方公辯時間 請正方主辯及負辯暫立回答 請雙方辯完再試麥克風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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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我想請問一下你的老師 你不理解你的學習狀況呢? 理解 理解? 即是你的老師也理解你的學習狀況 其實他在家長也可以跟你 在家長也可以跟家長說 那我想請問有方,你的父母平時上班是否繁忙 父母 但老師也會說謊 有方同學,你不如回答我的問題先 你的父母上班是否繁忙 不繁忙 不繁忙 你不繁忙 但香港出名的工作時常 假期少 很多人的父母都很忙 有方同學 我想問一下這個教學參觀 是否可以讓父母在參觀的時候看到 子女上課的學習狀況 看看會否做得不好 有甚麼不足 但很多人都認為 很多在職的家長都願意放下工作 來參加教學 進入校園 去了解學生學習情況 有方同學剛剛問你的問題 你都未回答我 但正如我所說 不是中生總會太白紀念學校為例 有差不多400多名家長 是進入學校 來前往參加教學參觀日 那可能只有那400的家長 可能他們有時間 我問你 你都未回答我剛剛問的問題 不如我再說一次 這個教學參觀日 是否可以讓父母在參觀的時候 看到子女上課 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 看看有甚麼做得不好 有甚麼不足 是啊 是啊 那我想問你 有沒有人這麼奇怪 明知父母在旁邊看著他 都刻意表示到他們不好的位 例如上課 記住 不專心聽課 甚至睡覺呢 但這個只是他的秩序 但你未看到他的學習情況 學習情況是等於 他在課堂上學了多少 如果假裝是證明不到的 但他們可能老師 我認為老師他們就不會 正如平時上課 但你還是未回答我 他們是否真的會上課裝乖 反方公辯時間結束 現在是正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反方劫辯暫立回答 你們每次的發問 以及作答時間 同樣都為20秒 請雙方便原先試咪 準備好 再向主席示意 試咪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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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們這樣 那學校不安排教育餐觀日 對家長更加了解資料的學習情況 請問有甚麼好處呢 有方同學 你不認識但不要緊 我想問你一條問題 好像我方建議 以有機結合法的方式 安排教育餐觀日 你們認為可不可行呢 為甚麼呢 不可行 不可行 其實這個 這個 假裝的 其實 但其實假裝的 是假裝不到學習情況 假裝的 你假裝不到 如果你學習情況 是看看你學生 你認不認識到老師教的東西 那你成績表 跟家長約 或者是看他的功課 坐得多不多 都可以知道 但我剛剛都說到了 其實家長約 其實見10分鐘 其實是不夠的 一班都有二十幾三十人 其實怎麼可以了解 各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呢 所以我們先要教教學參觀 又可以了解到 全班的學習情況 那你有成績表 可以看到他的成績嗎 成績表 就是成績 不是學習情況 有方同學 那你參觀 也看不到他的真正表現 雖然看不到他的真正表現 但其實看到他的學習情況 已經是我們的目的 那學習情況 那學習情況 就是上課表現 有方同學 聽不到你說什麼 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學習情況 就是上課表現 學習情況 其實不是上課表現 學習情況 可以大概改為 可以說是 老師教了的 是 學生 聽不聽得懂 懂不懂 那你家長 那作為家長 你看他的功課就行了 正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首先先溫馨提示 台下觀眾 嚴禁與台上觀眾 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違者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之後是反方總結盤問時間 請正方結面暫立回答 你們每次的發問和作答時間為20秒 請雙方便完先試咪 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咪 試咪 有方同學 我想問問你最近有沒有學習上的問題 沒有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 原來有方都知道 其實現在沒有所謂 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所謂的大學參觀日 根本就是你自己太悶 所以才舉行一次的大學參觀日 那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什麼學習 你會不會跟你家長說回 如果假如你有問題 你會不會跟你家長說回 有方同學 學習情況 是不等於你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在學習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已經屬於學習情況了 還是每個孩子都很 很乖 有方同學 你們剛剛那一陣子 都未回答過的問題 如果有個市民看到警察 在他旁邊 在他旁邊 他會不會亂拋垃圾呢 不會 那不會就是 跟那些家長在旁邊面前 你覺得那些同學 不會在他旁邊面前 辦事 這個邏輯上其實是 跟警察這件事一模一樣的 是 但是學習情況 是扮不到的 你根本是扮不到的 我們是問學習情況 不是他的言行 學習情況 嚴恆 那你睡著了 你扮乖 那其實你可能 都是沒有聽到書 你平時沒有聽到書 那你只有那一天 可能就是扮聽到書 那其實有什麼用呢 最重要是看他懂不懂 有分同學 我都說他平時會上課睡覺 你覺得他還會懂嗎 那就是因為他上課睡覺 那他平時來的時候 他怎麼辦 他家長這麼了解他 那他一都辦不到 有分同學 我們可不可以 反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 公辯環節結束 現在有一分鐘時間 給予雙方結辯作整理 有分同學 準備時間夠,有請反方傑辯何欣慧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咪,試賣 主席評判在在各位,大家好 小明平時是一個上課懶散的同學 不聽書不答問題,甚至還會了解你會聊天 有時累起來,陳老師不注意上課睡著買都不出奇 但小明也不是傻,一到了教學參觀日 他為了騙著爸爸媽媽,不讓他們發現他的本性 就立刻做了一天限定的乖學生 主心上課,答問題又主動,說得出的,樣樣都做齊 而他班主任張老師平時出名脾氣差 小小事就會雞蛋裡跳骨頭找同學來鬧 平時上課又不管秩序,學生怎樣玩怎樣也難得來 但那班家長來到,他又突然變成有耐心 又關心學生的模範老師 但其實最慘的都是小明的媽媽 平時上課已經很忙的他千辛萬苦請在旁邊看小明上課 誰知道最後看到的是全世界合謀來做出的一場戲 家長參觀完以為上課的狀況一片黃目 甚至被人夢在鼓裡,看到的都是假象 那參觀日教你還有什麼意義呢? 就像校長監堂那樣,明知校長來到 不論老師情窮學都會達成十二分精神 一定會比平時表現得更合作更好 但是校長來看你上課是好職責 你得來真還是假,總之做得好好看看交到課就可以了 但是難道這個教學參觀日都要做得好像例行公事那樣嗎? 總管全場,五下發現有方法下以下兩大錯誤 第一,未能釐清參觀日沒有用背後的邏輯 我方已經多次強調過參觀日除了私執行的問題之外 他本質都幫不了家長了解學生 因為如果學生本質,本身學習狀況好 家長看完沒什麼要做,無需出手 相反,如果學習狀況不是好,又分兩方面 首先能力上的問題,例如好認真上課都跟不上進度 達不到問題,即是說他們成績不好 我們有成績表都會反映在上面 難道現在沒有教學參觀日,家長就不知道成績好還是差? 那如果是態度上的問題,例如上課不專心,想玩 學識態度是可以選擇,誰都可以選擇扮一位乖學生 有方不要當他們是傻,因為如果他們是學習態度差 沒有人會這麼蠢,在父母面前逼出來 做一堂戲,對著學生也不是很難嗎? 第二,目的與手段不符 一個活動是否有用,應不應該推行 就在於他可不可以達到他的目的 就好像運動會一樣,他的目的是 雖然運動風氣,推動體育精神 他做到這個目的就應該搞 親子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親子關係 他同樣做到,都是稱職的活動 問題是,教學參觀日的目的是 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但根本了解不到,達不到目標 因此變態理應不成立 謝謝大家 飯方結辯時間為2分3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最後有請正方結辯潘子喬同學 你的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先試麥,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 試麥,試麥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作為全場的總結 我想先問問在座各位的家長 為什麼你們會來看我們的比賽 除了想支持我們之外 會不會都想了解一下我們在別輪中 到底有什麼成仰和表現呢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閉門比賽的話 其實你們有怎樣才可以知道我們的表現呢 在香港最常被家長了解到子女學習情況的就是 家長日,家長說了 家長想進入校園了解子女 往往只可以靠活動日做義工 這樣的安排根本就只是可以 家長很片面地了解到子女的學習情況 家長日,每位家長的見面時間都未必超過10分鐘 辦主任可能只是教其中一科 就做代表和家長交代 家長只可以聽子女的情況 純粹聽和親身看 當然親身看就最好了 教學參觀日就合適不過了 沒錯,由台學會透過拍片拍照 這些方法被家長了解到子女的學習情況 這些都是可行的方法 我方由始至終都無反對過 因為良者可以並行 但是今天我方所主張的教學參觀日 有它存在的獨特意義 而拍片、拍照就呈現不到這個國口 今天我們雙方就住 學校安排教學參觀日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雖然我們的取態不同 但是我們都同樣地認為 學校是要增加或者未有足夠的渠道 讓家長了解到子女的學習情況 歸近究底 教學參觀日的本意就是 被家長了解到子女的學習情況 教學參觀日 在開啟父母了解子女學習之路的鑰匙 是加強教學合作的權量 也是促進親子和人的渠道 無容置疑 教學參觀日是絕對有其作用和意義 有方同學也未能舉出 比教學參觀日更能發揮效果的活動建議 因此俄方認為有意義的活動是絕對值得舉行的 不過俄方要再次強調 要令教學參觀日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學校就必須有機結合地去規劃教學參觀日 教學參觀日裡面可以包含官課 或者以多元發揮的進行 例如成果展示表演 家長以學生的身份參與課堂 甚至參考學習共同體的學校 家長可以做老師的助手 和老師一起設計課堂等等 形式是真的可以千面碼化的 最重要是學校要按校程去用心規劃 沒有教學參觀日 或者可能對老師、學生、學校輕鬆一點 但是少一次教學參觀日 是會對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只會有更加大的缺失 因此俄方從意義、衰行性、可行性 學校安排每年最少兩次教學參觀日是可取的 所以今天的變態是絕對成立的 多謝大家 正方結辯發言時間為2分52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有請評判先整理分子 現在有請各位評判就今場對雙方表現作出評語 首先有請那莎書院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潘俊傑先生 好,先多謝賽會的邀請 今天也是一場好看的比賽 因為不論是大家公辯環節的反應 乃至大家在資料上的搜集 我都覺得作為小學生來說是非常好的 例如這一邊不會只局限於自己學校 會找一下樂善堂、聖工會學校 其實是在做些什麼 所以論證一下在香港搞這些教學參觀日 其實早有先來,而且也挺有效的 好,這邊也帶我們跳出世界 看看日本、台灣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兩邊都有做功課的 但是在整體的論述上面 我就覺得其實有不少的可以進步的地方 比如說,其實當反方用一種很露骨的方法 和大家說,沒有的,假的那些東西 我們做老師,真是很搞笑 這邊老師會說謊的 但是這邊又不懂得,如果可以認識 是呀,你都知道老師會說謊 為什麼他們不可以在教學參觀日說謊 或者是特意做一場戲給你看 你做戲不懂得說謊 平時你都不是這樣教的 去到教學參觀日 突然有很多AI 現在很流行的,有些AI 然後戲劇教學 在那裡特意做一場大龍鳳 但平時是不會做的 所以其實是可以更加巧妙地 去將對方的東西吃掉 但是今天真的差一點 可能初賽的階段大家都需要多些練習 又或者好像正方這邊這樣 你覺得面對最大的壓力 我猜應該是假裝的那個位置 很難去拆 是不是 結果就是沒有什麼回應 但例如對方的論點二 其實你是有方法去處理 常識書都有讀 壓力是推私人進步的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有壓力就什麼都不做呢 其實你都可以照樣問他 他舉出的所有反方案 加漲入沒有壓力嗎 加漲入一樣有壓力的 對老師來說 那你做不做 是不是 其實就可以這樣 我見大家今天可能在稿件上的準備 其實花很多時間 其實可以再早些在稿件上面 多些的反問句 去做一個壓力私家給對方 逼他一定要回答的 尤其是你們公辨環節更加可以是 是不是 例如你說 壓力大就不應該做 那麼有很多地方壓力都很大的 親子旅行對老師壓力不大嗎 是不是 又要訂旅遊巴 又要計錢 又要安排你去哪裡 又怕你走失 其實都很大的壓力 如果在交易公園走失了兒子 那怎麼辦 那不要搞了 是不是 其實他所有的反方案 都跟他的論點 是可以 你照相同樣的問題去問他 是的 然後去到後面 其實雙方的回應在交鋒上 就比較少一些 例如去到最後尾 大家會說 老師很忙 然後家長很忙 然後有些很好笑 就問大家 你家長看不看嗎 然後這邊就說 看不看 你學習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都覺得有趣的 很有同趣 但是就要開始再想一想 如果 那真的沒有問題 那了解來做什麼 可能是我沒有問題 但是我的同學有問題 正正就是需要這個了 那其實你這樣的公辯 就可以有趣一點 即場反應好一點 是不是 有時候可以笑一下 或者說 你們四個哪個讀書最厲害 是的 他最厲害 那就是其他人有問題 是不是 他們爸爸媽媽不知道 你可以玩一下自己的隊友 沒有什麼所謂 自嘲一下 令到那個氣氛可以幽默一點 又或者是令到對方 就真的覺得 是的 都真的要搞 這樣 那跟著呢 去到後面 我會覺得 其實都是最主要是雙方那個分歧 就是雙方那個交鋒點 其實都真的不是太多 有些去到後面 就 我覺得最大的失分位 比如說是 對於學習成果 是不是學習情況 那樣東西呢 其實我會覺得今天正方 就有些難捏不穩 是的 那有時候又說是 有時候又說不是 有時候又說 那 我覺得這個位置 就有不同的論述 但是反方呢 我會覺得是 打得對的了 但是你又打不響 就是去到很後期才能表達得到 說成績表啊 又或者是 學生的平時功課表現 我們都能夠看得到學生的學習情況 其實無需要 這樣去處理 那我會覺得 這些東西應該要早些擺出來去打 多過是 去講太多那些日本啊 台灣的例子 其實會更加之有力去回應 因為這條面題始終都是 了解學生學習情況 那你不斷數過那些 他站在後面 了解不到 那別人問你反方 你就可以說 看功課啊 看他的成績表 其實就已經了解到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邊的回應 其實都不是很足夠的 那比如說 正方跟你說 你家長日 都只有十分鐘 其實了解 因為你們高舉的情況 就是家長日就了解到 那他那邊說 每個見十分鐘太短 不夠見 OK 那其實你可以很容易回應 太短 相反詞是什麼 長 沒有時間 所以你的反方 如果他嫌太短 加上太短 那你怎樣處理 不是 他嫌太短 他說只有十分鐘不夠 那你就 對呀 整長一點就可以了 輕輕一句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不嘗試一下回應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難應 不要覺得對方所有的論點 一定是他最強的武器 有時候未必是 那其實有些很容易回應到的東西 又回應不到 是的 那另外他那邊說裝飾嘛 是不是 那例如他家長日 又或者是平日那些 課業老師都可以很假仁假意寫 啊你真是很聰明 啊你有進步 其實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 大家的論點都可以互相打來打去的 但是今天就沒有好好發揮到 就是抓住對方的東西 用回自己的東西來去反駁 那所以呢我就會覺得 今天就有少少不足的地方 那但是整體上面呢 我都很欣賞的 是的 那大概評語就是這樣了 那我就交給下一位評判了 然後有請香港浸會大學粵語辯論隊 前隊員朱展安先生 是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早晨 那就基本上 剛才第一位評判 都講了大部分我想講的東西 那所以我這次補充都要短一點 OK 那首先我會覺得這一場 我自己會覺得是一個 多有趣的一個辯論 如果是做辯論教學 或是一個參考影片 這場是多有參考價值 多有趣的參考 為什麼這麼說呢 其實這場如果大家看的時候 如果大家之後再看一個 比賽的影片的話 我想大家會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有時處理一條 辯題的正方、反方的時候 其實往往都會在不同的站方裡面 我們都有一些應做的東西 或者是 我會說是 在站方來說 是會各自有各自的優勢 要看大家 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會不會把握 先說 正方其實在任何的辯論比賽來說 正方其實會有一個什麼優勢呢 就是其實有一個 劃定戰場的優勢 即是怎樣說 怎樣去延伸去理解這件事呢 就是 即是 凡是涉及到一些 例如打一些方案 或者一些政策 或者應否舉辦一個活動 這類的辯題的時候 其實正方有一個劃定戰場優勢 就是在說 你能不能夠具體告訴我 今天你要做的方案是什麼 而你若然你的方案 越具體的時候 即是說得越細緻的時候 反方可以質疑的空間 其實相對地少些 為什麼這樣說呢 譬如今天 教學參觀日 今天正方 你講了其實教學參觀日 不限於官貨 還可以有機結合的 但是 怎樣為之有機結合呢 其實我很期待去到 枯比的時候 我聽到你用不示忠親會 太白小學 用這個來做例子 甚至後來講到 有四百多個家長參與參觀 我會很期待 聽到究竟這個教學參觀日 他實際做了什麼 我只聽到有什麼小老師匯報 就是由學生做小老師 去做一個匯報等等 但我會期待 如果可以再詳細一點 講一下 其實他裡面 展示了什麼給家長參觀 又或者是 或者就算 可能未必看到太白 裡面一些很具體的執行情況 你心目中 對於這個教學參觀日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想法 有沒有一個詳細 你想怎樣去做這個教學參觀日 若然你能夠講得具體一點的時候 其實今天反方的攻勢 其實未必能夠攻得這麼入獄 譬如今天反方 其實我又很喜歡 在廣闆的時候 聊聊天 如果今天 跟你當作是review 剛才的比賽 你覺得反方 攻你們攻得最強的論點 是哪一個 反方經常開口 都說的論點是哪一個 扮演 非常好 我覺得是要給點掌聲的 因為 證明你們打比賽 是有聽對方的論點的 在小學來說 我覺得這很值得鼓勵 聽到了 對方不斷打扮演 但若然今天你們 若在教學參觀日裡面 所謂的有機結合 我純粹 當作是比較粗淺的 舉個例子 其實今天是一個 教學資源和成果的大會演 我就是希望能夠把我能夠 學校做到的教學 無論是教學方法 或者是教學的資源 OK 能夠全面展示給家長 例如 AI 教學 那些 STEM的教學 那些 能夠具體 我其實 講這個教學參觀日 我不單止要展示教學情況 那麼簡單 而是我想告訴你 我學校能夠做到的天花板 去到哪個位 至少給家長知道 原來這間學校的 教學的天花板 是去到這裏的時候 可以給家長 之後可以再跟小孩子 再談學習狀況的時候 就是 你學校還有沒有 我那次在教學參觀日 看到有AI 又有機械人 你之後上課 還有沒有用這些東西 起碼我能夠 去了解究竟 我究竟在學生 能夠最終 能夠獲得 教學的上限去到哪裏 其實了解上限 都是一個有意義的內容 哪怕是 我看過一刻 辦事的時候 我便能夠再 驗證 我便再去跟 學生 了解 原來 我只是那天參觀日 就是上學期那一天 我就是 看到這一次 整個上學期沒有再用過 你說一年最少兩次 我們在第二次的時候 這個參觀日 其實會不會是一個檢討日 就是 我可能下學期的時候 我作為家長 跟學校說 我兒子上學期 你們搞個什麼 Steam機械人教學 但整個上學期 兒子跟我說 你除了那天的參觀日 之後你沒有再做過 你今次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下學期你做的這件事 你怎樣能夠告訴我 你之後能夠再繼續 能夠應用到日常的教學 那裏 其實可以做這個檢討 哪怕辦事 我可以踢爆他辦事 可以跟他做一個檢討 所以 今天 若然你們可以再想想 方案的細節度 或者 可以想多一點 就是 未必是 未必是 純粹想看教學實況 那麼簡單 相反 我們可能 這個活動的意義 就是 我想了解我學生 在學校裏面的 教學天花板 可以去到有多高 從而 當我知道 我教學天花板 去到有多高 的時候 我作為家長 我有沒有辦法 能夠可以 就是 鼓勵 或者施壓給學校 能夠更多應用天花板 去 我學生的教育 我覺得 這方面的方案 可以再想得細節一點 而至於 反方 今天 你們的攻擊位 最強的位 就是 扮演那裏 我覺得是 你們的攻擊是有效的 唯一有個小提示 就是 今天由於正方 都未必在你這個論點裡 回應得很多 給你的時候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就是 萬一今天對方 用一些相類似的例子 來回應你 那你會不會再進一步應對呢 我舉個例子 今天 我們每一年 就是 都會有些 老師每一年都會有 給別人觀課的 你上課的時候 你們老師在教你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 多個老師來觀課 那觀課會不會假裝呢 會假裝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取消這個官課 不應該推人這個官課呢 當然我是老師 我也很想取消這個官課 但實質來說 又是否應該取消官課呢 甚至 假裝的時候 其實 家長日 家長日 其實老師都一樣可以 隱惡陽善的 在家長日 即是跟你說 平時的教學情況 學習狀況的時候 老師一樣都可以 不講事實之全部 是不是 又是否我們要取消家長日呢 甚至是 甚至是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茶寶這件事 對於老師來說 茶寶可以是一個噩夢 基本上 每個學期尾 幫你們改了的功課 我們要給我們的上司去看 即是 一些資深的老師 即是看你批改作業 批改得完不完整 又沒有一些 缺漏 或者是你的評分標準 又合不合適 等等 其實茶寶這件事 其實一樣 可以 我講一些極端少少的例子 在我以前 還有做教育的那個年代 我見過一部分的老師 差不多半年都沒有改過功課 想不到 但是 去到茶寶的時候 才一次要改回那半年的功課 交給上司 其實一樣可以 其實這些都是假裝的 是不是茶寶我們又可以取消了它呢 這方面 就要小心 你們推出一個論點的時候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預備到 如果對方反彰你一軍的時候 有沒有可以怎樣回應呢 還有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論點 你們都可以想一下 你們很強調說 家長很忙 所以 要他拿假過來 去看教學參觀日 是不切實際 同樣地 我會問一件事 就是 譬如家長日 家長用不需要拿假呢 這方面 可能要留一想 當然 家長日 家長日 可以放在星期六日 但是 教學參觀日 一定要在平時上課 一定要在閒日 可能這是一個 合適的回應方法 但是這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準備到 因為對方有機會 可能問回你說 家長日 都可以 家長日 都要時間 家長都要請假 可能你這方面都需要回應 要想一下 要怎樣回應 最後一件事 就是一個小技巧的提示 今天我會發覺 有部分的同學 你們在讀稿的時候 很快 超級快 十分快 是快到 是快到 有一些 你可以說 要很吃力才能夠 找到你們的 點子 甚至 有時候 快 未必說 是最難能夠 聽得完整份稿 快得來 你的口不張開 就會比較容易 會令到對方 會聽得不清楚 正反雙方各自有同學 我覺得 如果你能夠 講慢一點 口張開 多一點 口張開 其實是幫助咬字 更加清晰的 若然 能夠在咬字 語速方面 可以再強化一點 對於 無論評判 或者聽眾 在理解你們的 稿件 或者論點 是會舒服很多 容易很多 尤其是當若然你們的稿件 是比較多的 資料 或者比較多理論 的時候 語速和咬字 就越是需要去注意 才能夠令到聽眾 容易吸收到你稿件的內容 我今天的意見 這麼多 多謝各位 接下來有請文化評論人 世獨工作室創辦人 張詠恆先生 兩位評判已經很詳細 解釋了大家的表現 所以我都盡快去講我的感想 首先我覺得 今天在初賽來說 能夠有一個這麼激烈的評論 大家的表現是值得鼓掌 兩位評判 很快就這樣說 其實就是 我會覺得今天 正如剛才兩位評判所說 正方一個問題就是 不夠詳細去講 或者展示一些例子 而反方是 提出了很重要的辯論 有一個立場 由頭到尾都站得很緊 然後也都正方來攻破 就是做戲這件事 首先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在 我下學期就在教大道教書 本身我之前來做教育研究 那我會告訴你 其實就是 我會覺得有時候在辯論的時候 很多時候 譬如正方一定會 想方法去支持自己的辯題 反方的想方法去踩下辯題 但是 其實有些事情 不是那麼絕對 或者那麼一定的 例如是 當你好 好像講到教學參加一文不值的話 其實反而是你會露出一些破綻 但是我可以攻擊你 或者你甚至拿一些例子 嘗試去取代教學公用 但是你可能拿一個更差的例子去取代 所以我覺得其實 家日反方 他的論點就是很強 正方人攻破 但是同時其實 漏出一些弱點 正方是可以進去 但是我看到今天正方 其實當然這件事是考反應 立場反應 但是 進不了的例子 最簡單的 家長日這件事 你說教學參觀 我兩個星期之前才去完一間學校 學校參觀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講學校參觀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給一些學校去展示一些 尤其是特色學校的一些 教學法 他們怎樣教學的方法 是怎樣的 那我們譬如說家長日 家長日做的事 可能是五到十分鐘去講 可能如果是辦事的話 作個故事 教學參觀日 起碼都要整班人 要做一場戲 現在是戲都不用做 你可能偏一個故事 都可以做到 你可能是更加差 容易被人入位的例子 去嘗試 所以教學參觀日 這件事 操作要辦事來講 是更加難的 甚至其實很多時候 家長日 不單是老師說 家長 學生怎樣去講 有時候是家長問回家長 教師問回家長的情況 所以更加少時間去家長 理解學校 作為一個教學的 我研究教學 我告訴你 其實十幾年前 做校本政策 其實是一個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說 學校想開放更加多 不同的指示 參與學校的行政 但其實推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家長很難參與學校 原因是因為 家長和學校的資訊量相差太大 學校知道 比學家長的人參與太多 所以很多時候 學校和家長說 是 是 當然 我會覺得這件事 學生不會知道 所以都不會在這方面的評分 但我想最後提醒的 就是 其實當你準備這場戰爭的時候 你要想得清楚 你的線路在哪裏 有些事情你可以折衷的做法 你可以肯定 對方某些事情做到 但是更加大的 可能是某些局限 你不需要將對方的事情 可以踩到無限地低 或者捧到自己的無限地高 然後令到這個變題成立 很多時候你這樣做的時候 反而你的線路會漏出更加多破綻 讓人攻破 更加好的做法 就是想清楚 你的接衝的做法是怎樣 你可能會承認到 有一點點局限 但這種做法 如果能夠令到你的變題 你的立場是沒有破綻的話 反而是更加好的做法 多謝各位評判的評語 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努力 不斷進步 接著是宣布賽果 今場進行的賽事是 第三輪初賽 場次一 編題為 學校應安排每年最少兩次的 教學參觀日 被家長了解學生的參觀情況 由正方合一堂學校對 反方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 首先公布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為 反方主辯葉浩生同學 所有最佳辯論員獎項 將於賽事的總決賽頒法 現在公布比賽結果 賽果為正方0對反方3 由反方勝出 謝謝 今次比賽的評分子 將會放在主席桌上 對賽雙方將派出代表去越南分子 比賽過後 參賽隊伍不能夠再查越分子 保良局主辦第15屆 全港小學校制辯論賽 第三輪初賽場次一已經結束 多謝大家為臨觀賽 另外有請各位評判與對賽雙方 現在拍一張大合照 好看 最後 有請緊記錄 請記錄 請美味